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彩椒炒一米 分别是 黄色的彩椒 红色的彩椒 绿色的彩椒 还有松脂 其实彩椒它并不是很辣 甚至说不辣 所以说我们加点那个 干的小米椒 这样子炒起来就非常丰富 非常漂亮 颜色搭配一下就 非常有实意 非常有满足感 我们把水烧开 然后我们先把一米加点烫走 把红椒 黄椒 粒椒 一起下到锅里面烫熟 烫熟以后捞出来 备用 锅里面下干辣椒 加点水 然后把水炒干 这样子辣椒的香味才会出来 辣椒炒干炒香以后 把一米一倒下去 一米一倒下去 调味加点 鹽巴即可 翻炒均匀调味完以后 我们 加点 姜香油下去 好 很好 很漂亮 我制作菜肴的过程当中 油都是最后下 很好 我们起锅 好 起锅以后我们同样撒上松子 蔬菜类的东西啊 都加点坚果 又好吃又香 然后 也会增加食欲 好 这样一道 彩椒炒 玉米就炒完了 非常漂亮 非常有满足感 谢谢大家